众所周知 常温下河的冷聚变根本不可能实现 可没想到 这一奇迹竟被一个黑人做了出来 而且他还融合了量子技术 能让反应堆隔空为各种设备提供能量 一个小小的模型机 就能提供一座城市上百年的用点 并且没有污染和辐射 可由于这项技术应用太广泛 情报局直接抓了黑人法拉第和黑妹 然后严刑逼供原理 可很快特工白哥发现 无论是拿烟烫 还是掰掉法拉第的牙齿 甚至是用最残酷的水系 都对法拉第不起作用 可当他们拿出名用白色光石 仅仅一照射 法拉第就开始大口涂水 原来法拉第不是地球人 而是来自安息星的蜥蜴人 可安息星因为高温即将毁灭 法拉第的老师牛顿为了拯救族人 上个世纪来到地球 可却因为身份泄露遭到情报局追杀 不得已藏了起来 法拉第这才收到牛顿的召唤 来到地球研究可控核剧面 可法拉第没想到 就在他快坚持不住时 女特工丽莎竟然击毙了其他特工 将他们又带给了另一伙人 而他更想不到的是 这伙人的老大 正是自己老师牛顿 原来牛顿当年消失后也没闲着 而是悄悄控制了石油产业 有了自己的势力 紧接着 牛顿就说要给法拉第看个惊喜 三人穿过一片森林 出现在两人面前的 竟是一个大型飞船 而法拉第造出的核心 正是飞船的能量源 牛顿要去把族人们带到地球 可法拉第却没有高兴 反而很愤怒 因为安息人分为能人和工丰 能人是精英负责设计 而工丰是百姓负责建造石师 法拉第一眼就看出 这个飞船只能带走能人 而他的妻子和其他工丰族人 却只能留在星球上等死 他痛恨牛顿骗了自己 可牛顿根本不在乎 因为能人才是社会进化的关键 而地球上的几十亿人类做工丰 才更加合适 牛顿要黑妹解开核心上的密码 黑妹不想人类被奴役直接拒绝 可牛顿却说没有安息人的帮助 地球在2030年也会走向自火 做工丰至少还活着 黑妹气急立刻离开 牛顿告诉法拉第 他必须让黑妹解除核心上的禁止 法拉第自己还要进入公众的事业里 把自己塑造成拯救地球的科技之神 掌握一定的话语权 这样当他把所有能人带到地球后 才能不被人类直接杀光 法拉第为了族人只能答应 他找到正往外走的黑妹 要黑妹相信自己 他会破坏牛顿的计划 带来所有族人并且不会伤害人类 黑妹答应了 随后法拉第便高调召开发布会 说自己掌握了可控和巨变反应堆 而这时情报局也赶到了现场 但法拉第却不拒 并直接告诉所有人 情报局想瞒下自己的成果 他呼吁人们掀起一场新式革命 不再被情报局蒙蔽 随即将巨变成果展示 一瞬间人群沸腾了 但紧接着法拉第等人也被情报局带走 法拉第要情报局答应自己 把所有安息人带到地球 否则自己不会交出反应堆的技术 胖姐威胁法拉第 自己现在有了一个样本 就能实现批量生产 他要把几人永远囚禁 可法拉第丝毫不慌 因为他已经把所有数据上传云端 时间一到就会自动发送给所有国家 而他们自身的制造力 是完全不能和某个东方大国相比的 所以一定会失去超级大国的地位 思考再三 情报局妥协了 而法拉第也再次找到牛顿 他要把牛顿先囚禁起来 自己好去把所有族人带到地球 随即便乘坐飞船进入了宇宙